演出過,那他們現在已經大概159場的數字了 那你們每次都廣告好 剛看到我只是片段,因為走不到完整的 因為畢竟他們要收錢,對不對? 所以走到完整的 那他創意性的部分啊,就是他影片跟字幕節奏感很分明 然後他重要強調他的效果 那他這一處是讓你打開老死節的情緒 那他標榜是絕對好笑,然後充滿創意 那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 那他是,這個定位他是要紓解現代人的壓力 那他的標語啊,就是彈作 那他的演員都是以一個當十個用 那不僅也都很簡單,可是卻很明確 那他靈活的走位啊,穿插他生動的演技 然後,就可以讓觀眾看到一清二清 然後重點是,他發揮了小區場,軟小金剛的功能 沒有很大的布景,或是華麗的布景 就只是一個演出,然後一些效果 然後所以這樣我們可以讓台灣戲劇表演的 一個新的出路 那以上是國內外表演的那個,呃,介紹 好,那我們再回到布景地,有那個講 跟我們介紹 然後接下來介紹的是城市舞台 然後這是各大藝術中心啊 就是,左邊的話是蕭榮文化園區 然後右邊是總園藝術中心 然後這邊是南銀綠路青 然後台灣的古蹟,異宅京城還有柳 有名的柳家母座 然後文元公園,會堂,古德殿 然後透過這種藝術與建築文化的結合 不僅可以吸引人潮 更可以達到,聽眾更可以達到視覺 還有聽覺雙重享受 然後政府舉辦這一些 團,那個 台南藝術節就是為了促進觀光的發展 因為 這些文化藝術對城市也是另外一種的 加分的方法 然後不斷累積能量就可以 透過這些藝術 為主的東西 打造那個無可取代的 補特性 然後觀光的效益 政府可以安排於旅遊的淡季 實際是提升古今景點的參訪一次 然後加強交通住宿的配套規劃措施 創造活動更多的觀賞人口 然後提升周邊飯店的住房濾濾濾氣 利用表演帶動天眼地區的觀光人潮 然後底下這三個是以台南藝術節搭配的 酒店還有一些會館 像大藝術節酒店它就有推出限量三套的 那個 房間的方案 就是你只要平票分它就可以 比復折的優惠入住 然後還有 接那個鑽車來回接送 然後這個是 那個會館的 那個是屬於比較平價的 就是你住不起大飯店的話 沒關係我們還有 比較平價的 也是 也是 拿那個台南藝術節的標跟 就可以享有優惠這樣 然後這個是南宇國 國際民俗藝術節 它 已經到現在已經有第八屆了 然後 兩年一屆這樣 然後 這是南宇國際民俗藝術節的表演場次 大概看過一下就好 然後 與台南藝術節 結合的 就是可請台南藝術節的表演者拍簡單的宣傳廣場 然後保留台南藝術節的票關可相有優惠 可與原先 以合作的飯店接續合作 並可增加飯店的 增加合作 增加合作 增加的加速 可在未來 藝術節中延續使用 以達到加成效果 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是共通性嘛 邀請各國民俗藝術團隊來表演 一定是不只是在定點表演 然後也可能會集了很多國際的藝術團隊 彰顯台南獨特文化價值 然後促進觀光產業 增進民間外交 然後就可以帶動了台南整個向上發展 然後結合嘛 台南藝術節一定會吸引人潮 然後再加上南國際民俗藝術節 也會吸引更多人潮 然後人潮就等閒潮 所以 就是這樣 然後謝謝 平靜